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毕业就赶上了新冠病毒大流行 而且直到蒙代罗自杀 他参加工作还不足三个月 蒙代罗的同事表示 他们所在的小组需要频繁前往那些紧急呼叫最频繁的地区 而等他们赶到现场后 并不是所有的病人都能被救回 他以为自己的工作是救人 不成想却变成了替他们送行 善良的蒙代罗根本无法接受这样的人间惨剧 蒙代罗曾说 眼看着一条又一条生命在眼前消失 那种感觉让人倍感沉重 虽然同事安慰他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但这位23岁的年轻人陷入黑暗最终崩溃了 于是他倒下了 最终蒙代罗拿着爸爸名下的枪 结束了自己短暂且充满遗憾的一生 另外 美国当地时间4月28日 根据CNN报道 纽约长老会艾伦医院紧急科的医务主任 洛纳布雷恩博士 在弗吉尼亚州自杀身亡 享年49岁 据布雷恩父亲介绍 布雷恩平日里乐观开朗 工作顺利 没有过抑郁症病史 他也想不明白到底是什么 使布雷恩崩溃 可以看出 抗疫前线医护人员的心理压力 大到常人根本无法想象 目前全球超21万人不幸去世 而在美国死亡患者数 已经超过越战美军死亡数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但却一场恐怖 前线的抗疫工作者倾尽全力 病床上的患者奋力挣扎 但谁都不知道 什么时候才能拨开云雾 见月明